iPhone内建的形式力虽然可能并不是最好用的形式力App 但是里面的确是有一些非常基本而且好用的功能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如何使用吧 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使用iPhone的形式力呢? 我们今天这部影片是专门拍给那些你从来没有使用过形式力的人 教你把重要的工作行程啊 或者是每年必须要记得的重要的日子 像是生日啊或是纪念日等等的把它交到你的形式力里面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提醒 你可以设定在行程发生之前的一段时间提醒你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怎样使用这些功能吧 首先呢去找到你iPhone里面形式力这个App 把它点开 那我不太确定说大家点进来之后看到的画面是怎样 那如果你画面跟我不一样的话呢 你可以尝试按一下上方 这边这个按钮 点下去之后呢就会切换到不同的版面了 那我自己呢是比较习惯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版型 就是上面是阅历 然后下面是当天的行程 那你只要按一下上方的日期 它就会显示当天的行程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试看看怎样新增你的第一个行程吧 首先呢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加号 然后这边呢你可以设定你行程的标题 新增完之后呢看到下方这边有开始时间还有结束时间 那基本上你只要输入开始时间呢 它的结束时间就会自动跳到下一个小时 例如说我现在新增了一个下个月的行程 然后它的结束时间就会自动跳到下一个小时 那如果你的结束时间不一样的话呢 你一样可以在下方这边来更改 然后下一个呢大家看到这边有一个选项叫做重复 就是你的这个行程是不是固定一段时间会发生的 例如说每个礼拜啊或者是每个月啊每年啊 那如果你重复的频率是比较复杂一点的话呢 你可以点到这个选项里面就是点到右边的这个永步里面 点进去你就会看到一些比较基本的选项 像是每天啊每周每个月等等的 那如果这边没有你要的选项的话呢 你就选一下下面的字定 点这个字定 这边大家看到第一个选项叫做频率 就是你的这个行程多长发生 例如说你的行程如果是每15天发生一次的话呢 你可以先选每天然后下面这个每这边你点进去 你就可以去选15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注解 他这样子就变成每15天会重复一次 或者是今天我们如果想要设定母亲节的话也是可以的哦 我们在频率这边选每年 进到每年之后下面会出现一个月历 我们就选5月 然后下面又再出现一个选项 我们把这个星期打开 然后呢这边就可以去选第二个星期天 这样子就是母亲节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个重复行程 他自定的空间非常大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行程要重复的话 就可以来这边玩玩看哦 调整完之后我们按一下上一步 再来下一个选项呢叫做结束重复 就是刚才如果你有设定这个行程 他重复的频率的话呢 下面就会自动出现这个选项 那看你要不要选择一个结束的日期 例如说你今天参加了一个三个月的课程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结束重复的日期 把它调整成这个课程结束的日期 那下一个选项叫做路程时间 就是今天如果你的行程是需要通勤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时间也算进去 我们点进去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选项打开 这边你就可以去选择说 你通勤通常会花多久的时间 那我们按上一步 接着下一个选项叫做行事例 这边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点进来之后呢 大家应该会看到这边有你预设的email的地址 也就是行事例呢 它其实是跟email绑在一起的 你在iPhone上面有设定几个email 这边行事例应该就会有几个选项 那不同的行事例呢 有点像是不同的资料夹 如果你今天是使用Gmail的话 你在电脑上面网页版的Gmail 也会看到相同的行程 或者是你今天想要在iPhone下面 新增不一样的行事例 例如说工作的行事例啊 休闲的行事例啊 跟家人一起的行事例 在这边都可以新增 或者是你今天在某间公司工作 你们有共同行事例的话 也可以在这边出现 如果你今天没有要分类的话 就可以忽略这个步骤 那我们回到上一步 在下面有一个选项叫做提示 提示这个功能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希望在行程发生的当下 或者是提前通知你的话呢 就必须要把这个选项打开 我们点进去 里面呢就有非常多 不一样通知的时间 例如说行程开始的15分钟啊 或者是一天之前 那我自己个人的用法就像是 有一些App不是有试用期吗 然后我会在行事例上面设定 而它试用期结束的前一天 然后我会设定提示 然后提醒我说我要去取消试用 这样子还不会被扣钱 或者是你要去某个地方 你要提前出门的话 你也可以用这个提示来提醒你 其实这个功能就是通知 然后我觉得超级好用的 我几乎每个行程都会设定通知 然后这边呢也有一天前啊 或者是一个礼拜之前通知 然后通知也可以重复设定哦 就是今天例如说我设定了其中一个 然后下面还有第二次通知 就是第二次提示 我们点进去 然后设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时间 这样子呢在行程发生之前 它就会通知两次 那设定完毕之后呢 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入 这个选项呢 就会加入你的行事例里面了 而且如果你刚才有设定重复的话呢 它就会马上出现在你的日历上 例如说你每个礼拜重复的行程 下个礼拜就会马上出现一样的行程 然后再来我想要讲一下不同行事例 就是今天如果你想要帮你的行程分类 例如说工作的行事例或者是休闲的行事例的话呢 我们按一下下面 这边有一个选项叫做行事例 那点进来之后你可能会看到你很多个email的账号 那我自己呢个人使用的就是icode上面的行事例 其实其他账号都可以删掉 那等一下我也会教大家怎样删掉你其他账号的行事例 而且只有在icode下面你才能新增不同名称的行事例 如果要新增的话呢就按一下左下角的这个加入行事例 然后就会出现一个加入行事例再点一次 这边你就可以帮你的行事例命名 例如说家人共享 然后下面可以更改它的颜色 然后颜色这边还可以自定哦超酷的 就是这边有一个自定的选项 你可以把它改成一些比较特别的颜色 鲜艳度比较低的这种绿色啊 像这样子 然后按一下右上角的完成 这样子他就会新增到你icode下面了 那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就有点像是资料夹 你在新增行程的时候就可以选择这个家人共享的资料夹 共享的方法呢就是按一下行事例右边的这个i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共享对象 然后按加入联络人 那这个联络人的部分呢对方也要有icode的账号才能够加入 那加入之后呢以后对方有新增任何行程啊 或是有更改任何行程都会跳出通知 那如果你希望他不要跳出通知的话 你也可以在下面这个通知的地方把它关起来 完成之后呢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完成 那接下来要来讲一下行事例里面 你没有在用的账号要怎样删掉 因为我猜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应该是有满多你没有在用的账号的 那首先呢我们要去打开设定 设定打开去找到行事例在这边点进去 行事例里面呢我们去找到账号这个选项再点进去 这边你就会看到就是你所有的email账号 那你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去找email下面有行事例选项的 例如说这个在email下面有行事例我们点进去 那今天如果你没有要使用到这个账号的行事例的话呢 你就在行事例的选项把它绿色关起来 它下面会显示一个视窗问你说要不要把资料删掉 那你就选从iPhone删除 这样子你在行事里面就不会看到那么多账号了 然后要注意一下千万不要选择这个删除账号哦 然后如果今天有很多个email下面都有行事例的话呢 你就一个一个点进去 然后把行事例关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千万不要按到删除账号 那删完之后我们回到行事例这边再看一次行事例 点进去之后呢你会发现就是这边的账号就变少了 然后一样呢我们在新增行程的时候 你在行事例这个选项这边 这边点进去就会看到我们刚才有新增的资料夹 也就是家人共享 然后也会少了很多就是你没有在用的账号 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小小行事例的教学就到这边 希望帮助到大家 另外呢如果你还有任何关于行事例的问题 或者是想要学的iPhone教学的话呢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哦 我是苹果妹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